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要財財經台的直播環節 這一節會開通我們的電話 有事想問的話 不妨可以拿電話來 電話熱線是204-6566 或者可以發電郵給我們 DL地址是ask.bschannel.com 身邊的嘉賓是郭Sir在旁邊 郭Sir早晨 現在可以聽聽電話 齊小姐在旁邊 你好 早晨 兩隻都有貨 想問如果要沽什麼位可以沽 齊小姐 39800和139 你講一下39800 你多少錢有貨 四個零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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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國銀行 郭Sir現在跌超過2% 去到3.86 大家在擔心大市有明顯的調整 有貨的話應該怎樣部署 好老實說 市整個中期升浪升了5,888點 就算有技術上的調整 都是很正常的 況且1月15日到現在為止 市從來未試過連升兩天 本身的市雖然是逐尋高位 但氣氛比較薄弱 今天一個列口低開之後 恆子在這一刻已經再度跌穿10,000的平均移動線 至於3988 就看你自己的心態怎麼想 四個零幾 相對現在三個八個零幾 輸贏其實不是很大 如果不等錢用的話 即是不急等錢用 我覺得現在暫時不用你去住 因為始終後市我還是看好的 調整完市都還是上 所以暫時來說你就按兵不動 千萬不要受到大市影響 至於1339 老實說近期來說 都有點反覆 但形態都是相對大市為強 我也可以跟你說 12月7日首日掛牌之後 大約60日之後 是有條件發卵的 如果券商一發卵 或者投資者去買相關產品的時間 券商就需要入市增持 而且本身人保也有條件 成為MSCI成份股 所以雖然股價這兩天有少少反覆 但當大市斷定之後 仍然有機會去最多步向上行 甚至回視早前的高位 4.96 如果是這樣看法的話 兩隻股份我都建議你暫時拿著 不過短期會有少少反覆 這是你要暫時忍忍 好嗎 不用擔心 齊小姐 1339要買甚麼 可以買好些嗎 這兩天有機會落到四個五號嶺 我覺得起碼都要買第一轉 如果你要買一萬股就先買五千 如果要買兩萬股就先買一萬股 分階段慢慢買 因為上一層調整到四個四號二 這一層調整會不會到四個四號二 我暫時來說都不知道 但我自己覺得 每一層調整下來 都應該是分階段慢慢 撐住低位去增持 就比較好些 好嗎 多謝齊小姐的電話 下一位家庭觀眾 邱小姐早安 主持早安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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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3元 如果一旦跌穿 其實剛才最低見過7.98元 可能有一股反復 甚至試試7.8元左右的水平 你才會考慮 反正升了這麼多日子 剛剛才開始有少少反復 等一等先 希望有低少少才讓你買 好的 有小姐 拜拜 拜拜 有小姐 下一位黎小姐 早安 郭Sir 你好 你好 內房估幾天跌這麼多 我現在是否適宜買 我有三隻你幫我選一隻 688 109和960 OK 好 郭Sir 內房股方面 你給這三隻 我都是最喜歡的三隻 偏偏這三隻當中 我要選一隻 去年我都是推介688和1109 推介的理由我講了很多次 不再複述了 結果兩隻都跑了出來 但今年上來 如果我會推介一隻 我想我會推介1109 因為領導人換屆後 據聞有一個城鎮化規劃出來 拉動資金在未來10年達到40萬億 當然住的需求很龐大 現在這一刻 哪間 內房股有足夠的土柱 那隻就最受惠 688和109兩隻都有大把土柱 109的土柱 有部分或大部分 都是一些二三選的城市 剛剛好正正受惠這個新的政策 不過即使是這樣 我都建議暫時等等 一個月的低位是22元 暫時股價 已經在十天線反覆了一段時期 如果在這一兩天 很不幸地 穿了22元的防守性支持 技術上來講 可能會試20元0.5到21元 都不頂 買就可以買 但如果在反覆勢流當中 很多時候大家都希望 厚低一點買 到底哪個價格是最低 是事後事之的 所以我就建議 分階段慢慢作一個中線的部署 千萬不要想著 我今天買我明天一定要有錢責 因為大使現在處於一個 聲後正常的整貴之中 暫時來講先看看22元的支持 如果一旦失手 可能有機會 去到20元5毛錢到21元 才低級都不頂 不過如果你是 等不到的話 我想現在這一分鐘 就算要買都是分住賣 千萬不要那麼重錘 OK 黎小姐好嗎 我想問2600200什麼價位又好 中人壽 其實一直都有推介 分行多次推介 那時候仍然是22元 早前18、19元推介的 我都不再說了 1800億的A股投資組合在手 A股我看今年 還有一個 升浪在後面跟尾 即是說中人壽在投資收益方面 在未來一度的業績公佈 將會有大幅度的回撥 這個就好看了 看回走勢 始終是22元升到27.3元 升得比較急 這兩天 真是受到大市所累 有少少技術上的回撥 暫時來說 碰到50天線 真是麻煩 不過不要緊 碰到50天線 不是代表一面倒的中期調整 只不過 是有機會給你買便宜貨的話 這是一件好事 如果大市真有進一步向下走 可能是 23.5至24元 在這個區間先買第1住 因為早前大概是23.5至24.5 是一個整顧的區域 實際上23.5的防守性 我覺得暫時來說 都應該相當強 不知道會不會是一個 千載難逢的機會 但最低限度 這一陣由27.3.5回落 如果有機會看到24元 在阻緊 或是 開始逐步的吸納 其實那個防守性是相當強的 我覺得是可以考慮 低一點就要買 好了 還有沒有其他 多謝黎小姐你的真正電話 先說回大市方面的情況 亦都看到 恆生指數 今天是低海278點 開始之後 跌幅擴大 最新這一刻跌361點 去到23,323點 成交方面 有205億 國企指數 跌262點 跌幅11894點 今天跌勢很急 亦都看到 外來方面 做得不是太好 好像見到 美股方面 有三位數字的下跌 最終 道指跌129點 收市 怎麼分析 跌勢很急 郭Sir 有沒有要擔心 其實 短炒當然要擔心 但中長線 這是正常的調整 股市 怎麼可能止升不跌 包括美股在內 亦如是 港股 今天裂口低海 亦都相繼 穿了10天和20天線 亮起了一個 星後整固 和消化的一個訊號 比較具防守性的支持 其實來說應該是 50天線坐近水平 順帶一提 一月 初旬有一個上升裂口 22,698到22,860 如果這一層市能夠 順勢回補這個裂口 這個後市就漂亮得不得了 因為這個裂口 始終擺在 一天不補都是後患 我不擔心大市會大跌 相反來說 我覺得大市 如果能夠進一步向下走 順勢回補一月初的裂口 對後市發展 就更加有利 始終我對中期後市的看法 我仍然看好不變 OK 聽聽電話先 朱小姐 早晨 早晨 郭Sir 我想問你 我很久的時候 買了 中國銀行4元 現在很多人估貨 你究竟給我意見 你應該拿著它 不要理它 是 OK 拿著它不要理它 因為你4元4個多買 最低跌到2個多銀錢 不再說了 其實我和你申報 我自己都是4元樓上拿的 我拿完之後 還有錢賺 我後來沒有賺到 結果跌回 不要緊 反正中線持有 不是用來收息 息率真是不差 挺好的 就算以現在來說 都是7.3倍市盈率 有4年多的股息 進可供 退可守 升得那麼多 稍微整顧一下 是很正常 如果相對的招股價 2.9毫半來說 現在仍然是便宜 嚴格來說 這一層下 如果下多一點 我還會建議 大家去賣 賣 四個多人錢賣 現在這一分鐘 稍微跌回豪靈子 我覺得是 聲後的整股 既然不持續 持續 不如像我一樣 一直持續 等多一季 看看股價 能不能進一步 上市 更加高的水平 好嗎 OK 謝謝 還有 郭Sir 因為我去年 我本來買了一萬股 去年新年 4.3元已經賣了五千股 所以那五千股我死都不走 好 不要走 我和我陪你一樣 我不走 多謝朱小姐的支持 SIR 說回市況 跌得那麼急速 很多家庭觀眾 留意到 第一來 債有陣内銀股 很方便 但也看到 銀行今天有一個逆回購 4500億的操作 創了新高 也看到銀行方面 在春節之前 開水喉 其實內銀股 是否都不需要擔心 其實很多內銀股 升了很多 你看 中行3988 升了30多個巴仙 公行 穿了4元 升到接近6元 50個巴仙 見行也升了不少 有少少消化 有多不閒 是否 最重要是看基本因素 如果成規會發展的計劃 正式落實 未來內銀股的貸款業務 大有可為 還有一件事 即使利息 收入 略為收窄 但看回內銀股業績公佈 在第三季 情況 不是太差 我自己覺得 從一個中線角度來說 既然A股已經建底 中國經濟可以平穩發展 全世界國家 能夠印得銀子的 都是盡量去印銀子 量化貨幣的政策 我相信一段中期也不會改變 既然經濟向好的話 銀行業是百業之母 不可能不受惠 這一層的調整 其實是一個 升後技術上的回套 相對的升幅來說 現在是很溫和的 你看看中行 兩個星路上接近4元 現在只剩下毫多指的反覆 甚至說其他股份也如是 我想整股 消化後 去到三月份 又會有一股炒作 因為炒 末期息 到其時 股價又會再創 年來的高位 好 講開債內銀股方面 跟進一下 他們這一刻的表現 先看 建行跌1.65% 跌1.1 公行跌1.1 中國銀行跌9 農行跌1.5 交行方面跌2.3% 招行跌4毫 中信銀行跌1毫4 民生銀行跌3毫4 寵農行方面跌12.7% 阿sir剛剛收到 家庭觀眾sandy的email 想問 阿sir都是難估 1398 他想了解公行的賣入價 在哪裡 因為 有傳的監管機構 一月份 叫停了中行 及公行的貸款 這則新聞 對後市有什麼影響 如果想買的話 在什麼位置買好 叫停貸款 可能貸款的增長速度太快 稍微瘋瘋 現在還有一月初 往後還有大把 時段 技術上來講 現在最尷尬 剛剛好 5.78 碰著一個星期的低位 如果有少少的估額 一個月的低位 是5.63 可能 觸及 也不頂 太大的跌幅 暫時看不到 因為這個最高是6 如果真的落到5.63 若果回調了3毫 但是老實說 是3.97 上來 已經升了50% 升了2元 不要說3000 升了2元 跌回3毫 是好限的事 你有 心理 準備 就是一個中線少少的持有 分階段慢慢賣 內銀股 其實 有個特點 調整的時間 它不會一天兩天 但一個中期升浪一開始的時間 勢頭就絕不遙忍 所以 最好就是分階段 慢慢低級 就最好 OK好 多謝Sandy 你的email 郭Sir 麻煩你 在內銀股方面的分析 因為我們這一節的節目時間 差不多了 最後都要和你 做申報 剛才說的 那麼多直播 有沒有持有 我持有 中行 OK好 麻煩郭Sir 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繼續直播環節 如果家庭觀眾有 想問的話 不妨可以打電話 電話耳線就是 2804 6566